三个园阴棋的修士在人群之中 虽然说不上是最强的 但也绝对不弱 没有人想去触碰这个眉头 所有人都一脸戏谑地看着徐阳 恐怕徐阳进入了小树林 就再也出不来了 只有那个动天境界的白衣少年 看到这一幕 眉头皱了皱 徐阳看着面前这几个 执意作死的三个园阴棋 忧伤地叹息了一声 哎好吧 既然你们都强烈要求了 那我就跟着你们走一趟吧 几个园阴棋的修士对视一笑 眸光之中满是残忍 三个园阴棋的修士 一个在前面带路 两个在徐阳左右 仿佛看押犯人一样 压着徐阳走了大概几分钟 灵清书则是跟在徐阳的身后 面无表情 只是眼中时不时地闪过一丝 灵力的神色 要不是他实力不济 他早就上去 一人一见 戳这些人个透心凉了 哪会和徐阳一样 还和这些人玩啊 又走了一会儿 来到了一个小河边 领头的那个园阴棋的修士 停下了脚步 转身一脸猙獰地对着徐阳说着 好了 你感觉这里怎么样啊 徐阳环顾四周 果然是一片清静的好地方 这里还不错呀 适合作为长眠之地呀 领头的那个园阴棋修士 闻言惊讶了 哎呦 既然你都猜到了 那你自尽吧 要不然等我们杀你 你恐怕会很痛苦啊 领头的那个园阴棋修士 嘴角露出阴冷的笑容 等就狭长的眼角变得更加狭长 透着冷光 那我能在死前问问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徐阳看着这些人 心中想着这些人可真是悲哀呀 死亡都马上来临了 居然还不知道 为什么杀你 你说为什么呀 大家结社 为了钱财和美色呀 你身后那个妹子长得不错 想用一次就杀了 有些可惜了 三个圆阴棋的修士 灿烂的笑着 自无忌惮的议论 看着后面的灵清书 模子之中更是近视荧光 徐阳刚才的问题 给了他们信心 让他们认为 徐阳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原来是打劫呀 徐阳嘴角微微翘起 充满着戏谑 可惜没人看到 在修真界 打劫非常普遍 可以说每个修士都打劫过别人 也都被别人打劫过 这个事件没有规则 唯一的规则就是拳头 所以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至于最最低层的修士 那就打劫凡人咯 但是打劫其他人 徐阳当然管不着 但是这些人 居然打劫到了徐阳的头上 徐阳也就不会介意 让这些人知道啊 什么叫做踢到钢板了 我觉得 你们刚才的提议非常不错 你们赶快自尽吧 不要逼我动手 不然待会儿 你们可能会很惨的哟 徐阳玩味的笑了起来 那三个圆阴棋的修士 感觉莫名其妙啊 不对劲的地方 他们也不是没有打劫过其他人 那些人现在肯定是哭爹喊娘 求爷爷告奶奶的求饶 可是徐阳这人也太淡定了吧 三个圆阴棋的修士 面面相去 心头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呸 小子 不要装神弄鬼啊 既然你不愿意自己 那我来帮你 其中一个圆阴棋的修士 恶狠狠地朝着地上 催了一口唾沫 一拳就朝着徐阳的脑门上轰来 一团赤红色的火焰 在那个圆阴棋修士的手上 扑的一声爆炸开来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尸骨无存的 说完 那个圆阴棋修士的拳头 猛然落下 距离徐阳的脑袋 只有一寸不到的距离 见到面前的这个人 居然直接就动手了 徐阳也冷冷地笑了一下 一身惊天的气势瞬间爆发 海山倒海的灵气量 在一瞬间的时间 就从徐阳的身上释放出来 那个圆阴棋的修士 瞬间处于灵气风暴的中心位置 恐怖的灵气量简单而又直接 几乎碾压的方式 撕碎着他的灵气护照 你不是炼气 那个圆阴棋的修士 还没来得及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就被圆气风暴给撕碎了 几声清晰的吞咽口水的声音传了出来 剩下的那两个圆阴棋的修士 看着徐阳轻轻松松 就把他们老大解决了 傻眼了 一脸惊恐地看着徐阳 不敢相信他们刚才看到的一切 你什么修为 我是什么修为 徐阳笑了两声 我只不过是炼气气啊 灵清书看着还在口口声声 说自己是炼气气的徐阳 干什么 干嘛呀 有没有意思呀 徐阳就是这么低调 不管怎么样 都说自己是炼气气的修为 那两个圆阴棋的修士 对望了一眼 也感觉非常的无语 他们感觉徐阳 这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 但是就算是徐阳 侮辱了他们的智商 他们又能如何呢 两人很快就达成了默契 逃 必须马上逃跑 就在两个人脚底抹油 准备开溜的时候 徐阳的声音淡淡的传了过来 你们两个好像是想跑啊 话音一落 徐阳就出现在了两个 圆阴棋修士的面前 那两个圆阴棋的修士 直接精神崩溃 跪在了徐阳的面前 前辈啊 您大人有大量 就放了我们吧 那就是啊 前辈啊 咱们无意冒犯呢 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 两个人说着 身子微微的颤抖 徐阳刚才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太恐怖了 他们完全不是对手 可是 他们是援影起的修士啊 恐怕也只有 动天境界的修士 才能够将他们一招击败 难道说 徐阳是动天境界的强者 想到这儿的时候 他们就感觉如坠冰窖 刚才他们都干了什么 做死的事情呢 居然带着动天境的强者 扎小树林 如果是动天境的强者 要杀他们的话 他们今天绝对死定了 所以 只能祈求徐阳饶他们一命了 徐阳的目光 在他们的脸上扫来扫去 两个援影起紧张的肌肉紧绷 就要扛不住了 想要转身逃跑的时候 徐阳的声音 终于再次传了出来 饶你们一命 也不是不可以啊 徐阳这句淡淡的话语 听在他们的耳中 仿佛天籁之音 哎呦 谢谢前辈 谢谢前辈 两个援影起的修士 恭恭敬敬地 对着徐阳磕了几个头 脸上的虔诚的模样 仿佛徐阳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我还没说完呢 你们急什么呀 徐阳淡淡地说着 嘴角带着一抹嘲讽的笑意 两个援影起的修士 能不能菊花一锦 刚刚才吐出的一口气 又提了起来 一脸紧张地看着徐阳 你们想要活命 可以啊 先打赢我的弟子吧 徐阳指了指灵清书 这两个人的修为 徐阳已经知晓 虽然是援影起 一人援影起一层 另外一人是援影起二层 属于援影起的前期 而灵清书的修为 是金丹期八层 属于金丹后期 虽然金丹和援影之间 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沟河 金丹期基本不可能 战胜援影起 但是 灵清书作为徐阳 一手培养的弟子 越级战斗虽然艰难 但又不是不可能获胜 前面 这个 那两个援影起的修士 面面相去 都要哭了 虽然灵清书的修为 只是普普通通的金丹期 而援影起的修士 要是被金丹期的修士打败的话 他们不用徐阳来杀 自己就羞愧难当了 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但是 谁知道这个金丹期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刚刚被一个 看起来是练气期的徐阳 给叫醒了 徐阳看上去 也是根基不稳 没有金丹 没有原因 就是一个练气期的渣渣 可是天知道 徐阳居然是一个 动天境界的强者 怎么了 你们不愿意 和我徒弟比试吗 那我就只能宰了你们了 徐阳淡淡地威胁着 手上豁然出现了一把零件 前辈 我们答应 我们可没有不答应 两个元凭气的修士 哭着脸答应了 哼 刀光渐营 狂暴的灵气纵横 灵清书和其中一个 元凭气的修士 站得胶着 徐阳吃着红色的果子 在一旁观看 不时地摇头 战斗已经进行了 十几分钟了 灵清书用金丹期的修为 硬扛元凭气修士不败 让其他人知道了 恐怕会惊爆一地眼球 但是在徐阳看来 这还远远不够 在徐阳看来 灵清书目前的实力 完全可以战胜 这个元凭气的修士 但是 灵清书错过了 太多太多的机会 导致现在 不仅不能战胜对手 反而自己陷入了困境 归根到底 还是战斗经验不足啊 但是徐阳似乎忘记了 他的战斗经验 是十万年那个级别的 和灵清书自然是 云泥之别啊 砰 一声闷沉的响声传来 这个元凭气的修士 一脚踢在了 灵清书的肚子上面 灵清书顿时倒飞了出去 唉 灵清书啊 你输了 徐阳悠悠的叹息了一声 既然这些人 已经击败了灵清书 他自然要遵守诺言 把这些人放了 灵清书艰难的 从地上爬起来 气呼呼的 仿佛不太服气 既然你们做到了 那你们就走吧 徐阳的话还没说完 忽然 一道蓝色的剑光 从天而降 爆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声 轰然间刺向了 那两个元凭气的修士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势一刹那之间 那两个元凭气的修士 还没来得及发出反应 头颅就飞向了天空 两位小友 没事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白衣少年从天而降 落在了徐阳和灵清书的面前 啊 这个 你杀他们干什么呀 徐阳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他都准备把这两个人给放了 没想到 居然从天而降一个人 把这两个人给杀了 悲催啊 我见这三人目光凶恶 便跟着来了 刚来就看见这位姑娘遇险 就顺手杀了他们 有问题吗 那个动天境界的白衣少年 疑惑地问着 啊 没 没问题 徐阳略微无语 啊 对了 我记得我看见的是三个人呢 动天境界的少年忽然有些疑惑 另外一个已经死了 徐阳语气平淡 赵鹏顿时就惊呆了 不敢相信地看着徐阳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徐阳的修为 居然只是炼气器而已 当然他也不是傻子 徐阳怎么可能是炼气器的修为 这位小友 请问你的修为是 赵鹏问着 啊 我的修为是圆英气 徐阳不卑不亢地说着 哦 原来是圆英气啊 赵鹏点了点头 嗯 是圆英气的话 那说得通 但是他看向徐阳 却发现他还是无法看透 徐阳的修为 怎么会这样呢 赵鹏有些疑惑了 要知道 他可是动天境界的修士 居然无法看穿一个 圆英气隐藏的修为 而且徐阳面对他动天境界修士的时候 居然没有其他圆英气修士的 卑躬屈膝 而是一副不卑不亢的态度 赵鹏的心头 暗暗地警醒起来 面前这个炼气器的人 深不可测呀 我是来这里寻找深海岚心的 不知道小友来此 是否是有着相同的目的呢 赵鹏问着 徐阳白了他一眼 你觉得呢 赵鹏尴尬地笑了一笑 是啊 现在来的这些人里面 虽然多且杂乱 但是其实都是有着同样的目的 就是来寻找深海岚心的 我在这里探寻许久 发现深海岚心的一些踪迹 就是那个地方极端危险 现在想要寻找几个强力队友 一起前去 不知道小友有没有兴趣 徐阳的眼神一亮 也不管是不是陷阱有没有诈 直接连连地点头 好啊 我跟你去 哎呦 赵鹏本来以为徐阳会拒绝 或者思考一番 没有想到徐阳居然直接就答应了 这要不是个傻蛋 就是对自己的水平绝对自信呢 赵鹏更加不敢轻视徐阳了 小友 只有我们几个人的话 恐怕危险 我们还需要凑几个人 好 徐阳点头 另外 你也不要叫小友了 我听着别扭 徐阳看着一个长相知能的少年 一口一个小友叫着自己 感觉非常尴尬呀 我听着我听着不见了 就像是什么那样的